放暑假台中一所私立大學 進出人員少了 讓歹徒有機可趁 7月1號傍晚一名女職員 到校內大樓的一樓女廁上廁所 她沒發現後方尾隨著一名男子 一進去廁所男子亮出水果刀 猥褻女職員 女職員尖叫反抗 並將自己反鎖在廁所內 再趁機逃出求救 振扎過程中 左手手指被砍傷 男子隨即逃跑 校園內人心惶惶 下方趕緊報警 警方到校調閱監視器 查出嫌犯是騎機車 進入學校停車場 接著走進校園內犯案 警方3號在太平區 抓到26歲的彭信嫌犯 找到他作案用的水果刀 和當時穿的衣服 根據了解他不是校友 疑似隨機進入校園犯案 偵訊後移送 申請羈押獲取 校方也發出公告 加強校園安全巡查工作 實施門禁管制 也呼籲職員和失聲 暑假期間校園人不多 盡量結伴同行 華視新聞新聞 林品薪 台中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 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 明講家 мощ iskt小鈴鐺 聞名正硬 傳達 leaf 歸 孮 recommendation